大飛鞍瘋 年三十晚真是開心 好像今天早上很早 七點半我出門了 要八點多鐘 今天七點半出門 我九點鐘不夠 我就下了鴨寮街 就在附近打個圈 結果三班警察走過 兜來兜去始終都中 香港人現在抽牌很緊張 送大禮 香港人靠你了 大灣區 深圳 實際上深圳很多人說樓價跌兩成其實不像 其實深圳呢 如果你一手樓價就跌了表面上是兩成 因為它有一個限價令 就是不讓你跌下去 不是會整個樓市去崩盤 而二手樓也有指導價 但是呢 在習近平的倡議下 現在指導價都沒有了 就是不用指導價 最重要是你賣 就是無形中放寬了一個跌價的條件 就是說 賤物鬥窮人 便宜一點就便宜一點 但是都未如理想 這樣深圳市政府帶頭就和香港人打主意 為什麼呢 因為大量的樓房積壓 還有二手樓 他們就推出一些叫做香港人居屋 最重要是你賣 為及香港人 這樣就很簡單 只要你 大陸 你有條件的五折買樓 共同擁有 就避免了跌價 這樣如果撐得住的話 這樣升的時候 就和你一人一半 就像香港居屋一樣 限收五年 那你只要是香港人 你有老婆 或者你爸爸媽媽在深圳 這樣在深圳戶口的話 那你就可以上去買樓 買樓 那他其實就打的主意是什麼人 打的主意 當然就是一些新移民來到香港 他們在深圳還有一個家庭的 這樣在這樣的環境 這樣便宵庫存 而實際上 吸引力大不大 對香港人是大的 大陸人的信心已經沒有了 那我又看看 究竟你怎樣撐得到 因為我們計算的數很簡單 所謂簡單就是 如果深圳的樓價跌三成 新樓價 現在他說他五折給你 那就是 緩緩的趨勢 如果沒有上升的空間 那你就在那裡頂了 頂住了樓市 但是如果他再下跌的話 那你的錢一樣打稅票 那當然啦 用投資角度來看 或者用各方面來看 是不一樣 這裡我們都看得到 為了打香港人的錢包主義 他無所不用其極 那如果樓價下跌當中 那香港人會不會呢 而他的定價是什麼標準呢 譬如現在深圳樓價拉雲是六萬元一平方的 當啦 那有些八萬 有些過十萬 好了 六萬元一平方 如果是這樣的 很簡單 只要他飆出來 是七萬元一平方 跟著打個五折你 跟著 只要明年的樓價跌成兩成的話 那你就根本上 就跟他完全消化了 但是這件事是確保到 地方政府的收入 大灣區如果深圳搞得好的話 而多香港人的 這樣中山 珠海 廣州都會做 這樣而最重要的 有一半 就是大陸政府 他們是一個聯名戶口 就是說你佔一半 我佔一半 共同產權 那大家要明白 風險在哪裡 風險的就是 中國共產黨 既然他佔一半 中國共產黨一定是有話語權 如果五年之後 政策改變又怎樣 因為他都說得明白 五年是不給租 不給賣 只可以自住 五年後你可以租 可以賣 但是這個政策行不行 而更重要的 還有一個房產稅 現在 中國想著如果真的賣地 各樣東西不行 他們就會打房產稅主義 一來到的時候 變數也都非常之大 但是我知道 香港人熱愛祖國 熱愛家國 你看到有好處 看下去 趕快就買了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追蹤、Share、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我點了 需要大家支持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我不覺得 以現在的市道這麼差 尤其是大陸已經去到一個無底洞 是不是重要呢 永遠都是 零買當頭起 就莫買當頭跌 拜拜